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肖战女友音色差让民情失望 在狼牙榜电视剧播出后 一些粉丝对谢南饰演的女主角表达了失望之情 他们认为她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美丽标准 甚至被与扮演女配角的其他演员相比较而显得不如他们 关于谢南女友外貌的负面评论 很快在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一些人认为她不够漂亮和迷人 不足以承担这样一部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些人将她的容貌与电视剧中的其他女演员进行比较 强调了谢南女友的不足之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外貌评价是相对而言且非常主观的问题 每个人对美的看法和标准都不同 有时,这些个人意见可能会伤害到他人的心灵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是一位著名明星的女友 仅凭外貌来评价一位演员是不公平的 因为演技和情感表达能力是一个演员成功扮演角色的重要因素 一个演员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演带来令人惊叹的情感变化和升华 无论外貌如何 在谢南女友的情况下,与其集中批评她的外貌 我们应该基于她的表演能力和她在角色中的贡献来评价和评估她 对外貌的指责只是评价一个演员的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谢南女友在狼牙榜项目中与她并肩前行 为呈现一个高质量的角色付出了她的努力和热情 此外,外貌是一个多维和主观的标准 无法以客观和绝对的方式衡量 每个人对美帝看法和喜好各不相同 但最重要的是,谢南女友在电视剧中的角色并不仅仅依赖外貌 还取决于她的表演能力和角色扮演的能力 要记住,一位出色的演员不仅仅是外貌完美的人 而且还能够深情表达和传达情感 使角色栩栩如生并与观众建立联系 这不仅要求演员的努力和技能 还需要导演和制作团队的理解和投入 因此,与其集中关注谢南女友的外貌负面评价 我们应该珍惜和评价她在角色中的努力和贡献 需要考虑她的表演和角色塑造方式 她如何与其他演员建立联系 以及她对电视剧成功的贡献